这章的第三节要讲分子晶体和分子间作用力 这个题目和6.2那个题目有点不同 不是说离子晶体和分子晶体的问题 我们讲离子晶体和离子间 是讲的是离子晶体内部 那都是离子晶体内部 离子晶体结合 现在谈的是分子晶体 分子晶体 这个分子和那个分子之间 那是分子间作用力 但是分子之间的 分子不是分子之间 分子内部的作用力 我们这里就不谈了 因为我们在上一章讲 共架晶和分子结构的时候 把这个问题已经交代过了 现在就谈分子晶体 分子晶体里边 分子和分子间是以什么样的力 来结合的 叫分子间作用力 分子之间 以分子间力作用 结合成的晶体 称为分子晶体 分子晶体 远小于我们刚刚讲过的离子晶 和前几天讲过的 共架晶的结合作用 分子晶体比较小 这样一来 分子晶体 一般要在较低的温度下 才能形成 温度稍高一高 这种物质就要以气体和液体的形式存在 温度低了 这种物质变成了晶体 是分子晶体 不像氯化钠的八百多度才能融化 像氧化酶的两千多度才能融化 它是室温下 基本就是气体液体了 温度很低 变成了分子晶体 分子晶体的导电性一般比较差 因为电子要从一个分子 移到另一个分子上去 那是很困难的 所以导电性很差 分子间相互作用的本质 也经常是静电性 因此要研究分子间作用力 首先就应该知道 在一个分子上 它的电荷分布情况 自身的静电分布 知道了这个 才好谈分子之间的静电作用 因此我们谈分子的极性 首先要讲分子的偶极具 分子的偶极具有三种 先讲第一种 永久偶极 如果一个分子的正电重心 和负电重心不重合 我们就称这个分子为极性分子 最典型的 一坛极性分子 最典型的就是氯化氢 它的正电重心偏向于氯 也就是那对公用电子对 偏向于氯 而负电重心偏向于氯 那个对电子 既然负电重心偏向于氯了 正电重心就应该偏向于氢 因此正电和负电重心不重合 是典型的极性分子 极性分子的极性大小 可以用偶极具来衡量 偶极具用希腊字母μ来表示 偶极具 如果正电或者负电重心上的 电荷量为Q 正负电重心之间的距离 也叫做偶极常 用D表示 偶极具 μ就应该等于电荷量Q 乘以偶极常D 一个具 那应该由一个长度和一个电量来表示 力具是不是也有这个具啊 都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下面定义一下偶极具的单位 如果偶极常D 等于1.0乘以10的负14方米 也就是一个I 以前经常用的一个单位 就是一个I 10的负14方米 偶极常这么长的时候 如果正电重心和负电重心的电荷量Q 等于1.602乘以10的负19四方库仑 也就是一个电子的电量 现在这个偶极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跟电子一样的一个正电一个负电 距离一个I这么远 这显然正负电重心不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的偶极具 μ等于4.8D 挺别扭啊 等于一个D得了 这等于4.8D 这个D是什么 D是偶极具单位叫做得败 不是说等于这个之后 就是一个得败了 等于4.8得败 这得败到底有多大 我们得举几个 大家比较知道熟悉的极性分子 看看这一个D 一个得败有多大 这大家心里才有数 那4.8得败到底是什么概念 水 极性分子 1.85D 绿化氢也是我们熟悉的 1.11D 要想弄个4.8D 还不太容易是吧 水这很强的极性分子了 绿化氢 这都很典型的 乙迷 是极性分子 别以为乙迷好像 这有机物是怎么的呢 你想想用架层电子的 护齿理论判断一下 再养的是个折的吧 折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两个固定电子 脱了 是极性分子 4.8得败是不得了的 相当大的 水也就是不到两个得败 国际单位之中 用库仑米做单位 那当然了 一个电荷 库仑 一个距离 米 这当然没问题 看看库仑米这种单位 什么意思 如果电荷量是一个库仑 这两个库仑 这两个正负电距离一米 这根本就不是微观量了 两个库仑距离一米 这是不得了了 这个时候的偶级距 叫做一个库仑米 微观上上哪儿找那么一个分子 两个正负电中心离得远 离了一米 那还叫分子了吗 但是 单位就这么定的 所以到现在 这个得败这个单位 还真的知道知道 你用库仑米 那水的偶级距 不知道十的负多少次方了 看看这个库仑米和得败 这两种单位之间的换算 咱们这样换算 1.602乘以10的负19次方 库仑 1.0乘以10的负十次方米 这些搁一起 这么大的电荷量 这么远的距离 现在这是什么单位啊 如果我用得败呢 这边是多少得败啊 这不是一库仑 是10的负19次方 4.8得败 好 我把这4.8除过来 除过来 然后呢 看看 一个库仑和一个米 我给集中起来了 这个数 就是一个得败 等于多少库仑米 对不对 等于多少 等于10的负30次方 库仑米 这么写起来 写水的这个 是这个 偶级距是多少 那是太小了 是吧 因此呢 用得败 还有它的实际意义 对于一个双原子分子 就两个原子 它的偶级距 也是这个急性件的件距 件距也是 双分子原子 双原子分子 它的正负电中心分了多远 电荷是多少 就是件距 当然也就是它的偶级距了 但是多原子分子的偶级距 就应该是 各个件距的 适量核 水 这是多原子分子 也不怎么多 但是这就叫多原子了 绝对不能说 它的偶级距就是件距 那是肯定不行 只要不是双原子分子 就不能这样谈了 这两个都是偶级距 这也看出来 偶级距是从正指向负 偶级距 两个急性件的 件距 是件距适量 件距适量的适量核 就用平行四边形法则 把这俩加起来 这是偶级距适量 刚才讲的都是 极性分子的偶级距 极性分子的偶级距 称为永久偶级 为什么叫永久偶级呢 还有临时的呗 有临时的 下边我们讲 其他的非永久偶级 但是不叫临时偶级 不是这样叫法 适量方向是由正指向负 多元子分子中 有的时候一些电荷分布 比如大排件 重建 重建里边就有排件了 固定电子等等 也影响分子的O极距 哪边固定电子多 这边就偏向于负 形成大排件的时候 形成派件的时候 电子比较集中 那个地方可能就负一些 都影响O极距 后边我们讲到的时候 再提它 非极性分子 O极距肯定是零 但是各个件的件距 不一定是零 这都是我们高考的内容了 高考判断下列叙述 指出下列叙述中不正确的 极性分子中没有 非极性分子中没有极性件 就这类的 那大家都最熟悉不过了 那一看都知道 不用看答案 不用看那问都知道 这里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典型了吧 非极性分子里边有极性件 我就不用多说了 除了永久O极之外 还有两种 一种叫做诱导O极 一种叫做瞬间O极 现在有一个非极性分子 那当然没有永久O极了 把它放在外电场中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有一定O极距的极性分子 什么意思 这本来μ等于零 μ是O极距 这是个非极性分子 给它放在电场里 那么正电 正极就要把电子拉向这边 而负极就要把原子核拉向这边 总之 正负电的重心就不重合了 产生一个D2μ 极性分子 如果把它放到电场里 它的永久O极也要改变 就是O极距要增大 看看这情况 本来是这样一个 O极距等于μ的极性分子 放到电场里 μ就要加上一个D2μ 有人说 我看还能减少呢 我把这个正极放这边 负极放那边 它那一排次 把一个极性分子 弄给它变成一个非极性分子 可能不太好固定 能不能固定住 我比较难 可以大家试试 哪天到实验室去 把那个极性分子拔住 让它变成非极性分子 我看一般来说 可能还是变大的 可能性大 在电场的影响下 产生的O极 称为诱导O极 就是有外界的诱导因素 在电场的影响下 产生的O极 称为诱导O极 诱导O极 用这个D2μ表示 它的强度 诱导O极的强度 诱导O极的大小 和电场的强度成正比 电场越强 显然把它给拉开的 可能性就越大 还和分子自身的性质有关 这个分子 它就不容易被拉开 它的正负电重心 就很难拉开 那当然 它的诱导O极就小了 咱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可能不是个分子了 就一个氢离子 你给它放到电场里 想让它被拉成正负 那是不是比较难呢 一般的强度可能不行 把氢离子 我说本来 它也不能说 有什么极性吧 放到电场里 很难把氢离子 给拉成一个 氧离子 很难 把个电子放里 可能更难拉 是吧 那电子 就跑正极上去了 拉不开 所以呢 跟分子自身的 变形性有关 分子的变形性越大 那就 比较容易 产生诱导O极 所谓分子的变形性 是什么 也就是分子的正负电重心 可分离的程度 有些分子 电子也多 很容易被电场 把正负电重心拉开 分子的体积越大 电子越多 变形性就越大 后边我们还 在讲离子极化的时候 还要 想想细细的 讲这个变形性的事 非极性分子 在没有外电场作用时 现在我们再讲 另一种O极了 诱导O极讲完了 先讲的永久O极 O极具 等等一系列概念 非极性分子和极性分子 只要放到电场里 都有诱导O极 现在这个事 非极性分子 无外电场作用 但是由于运动碰撞 原子核和电子的 相对位置的变化 其正负电中心 都可能有瞬间的不重合 举个例子 就一个氢原子 谁也没说 它有什么O极具吧 但是 有没有哪一刻 一个氢原子的正电中心 和负电中心重合过 那除非那个电子 一下跑到原子核当件去了 也就是说 由于运动 总是有不重合的现象 极性分子 不光非极性分子 极性分子也会 由于上述的运动 碰撞等等 造成正负电中心的不重合 或者是在不重合的基础上的改变 这种由于分子 在一瞬间的正负电中心不重合 而造成的O极 称为瞬间O极 这个也像我们讲 一个雨点落到伞上 感觉到的是一个间断的 一个雨点 一个雨点 那么多的电子 时时刻刻的运动 这个瞬间 实际造成的 几乎就是个永恒 下边大伙会看到 但是还是这样定义 把这种一瞬间的正负电中心不重合 造成的O极 称为瞬间O极 瞬间O极 跟分子的变形性大小有关 还是这个问题 变形性大 它就更容易 产生这种瞬间O极 下面看看 永久O极 它只属于极性分子 所以叫永久O极 诱导O极 非极性分子 放到电场里 有诱导O极 我们说了 极性分子放到电场里 也有诱导O极 而瞬间O极 我们刚才也讲了 不仅非极性分子 极性分子 也有瞬间O极 这里我们讲的是 整个各种各样的分子 它们的静电分布情况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第二个问题 分子间的快换 化学界面结合的 特会化学界 或者说化学界的界 经常在 在十的平方 千交比较这样的数量级 一百多 二百多 而分子间的 作用力 它的结合呢 只有几个千交比较 比较小 没可能过时 但是呢 经常是极客情况 有极种分子间作用力 我们先讲 其中的第一种 取向力 极性分子之间的 永久偶迹 与永久偶迹的作用 称为 取向力 地下的一种 是永久偶迹 与永久偶迹的作用 因此 它仅存在于 极性分子之间 非极性分子之间 它可能有 遇到一次结合 但是 它没有永久偶迹 因此 取向力 它仅存在于 极性分子之间 它的大小 与 偶迹剧的平方 没有 平方 成正比 第二种 的比例 叫做 右脑迹 它是由 右脑偶迹 和 永久偶迹 之间的作用 产生的 叫做 右脑迹 一个 极性分子 当然 它可以作为变化 使 非极性分子 产生 右脑迹 右脑迹 回想一下 右脑迹 是一个 可以是 非极性分子 在电场中 被极化 产生了右脑迹 因此 极性分子作为电场 和附近的一个 非极性分子作用 使非极性分子 产生右脑迹 极性分子作为电场 同样 可以使极性分子的 产生右脑迹 使极性分子 产生右脑迹 增大 这是我们上次 课讲的 于是 这个极性分子 也 居住了 右脑迹 这时候 右脑迹 与 附近这极性分子 作为电场的 极性分子 的 永久偶迹之间 就 产生了右脑迹 右脑迹 是 右脑迹 右脑迹 永久偶迹之间的作用 极性分子的 极性 作为电场 使 非极性分子 极性分子 产生了右脑迹 产生的右脑迹 和 原来作为电场的 那个 极性分子的 永久偶迹之间 右脑迹 和 永久偶迹之间 就产生了右脑迹 因此 右脑迹 存在于 极性分子 和 非极性分子 之间 还应该 存在于 极性分子 和 极性分子 之间 很少 非极性分子 很少 与 非极性分子 之间 有没有 进入右脑迹 没有什么右脑迹 那么 那么 它的右脑迹 就没有 可能 于极性分子 它的右脑迹 作用 因此 右脑迹 不能存在于 非极性分子 那么非极性分子 之间 第三个分子 分子间作用力 分子 之间 极性分子 与 非极性分子 之间 同时 还存在于 非极性分子 与 非极性分子 之间 看来 色散力的 存在 是非常 广泛的 不仅广泛 而且 在分子 之间的 作用力 之中 色散力经常是 非常 重要的 这一点 可能 引起大家的 不仅 色散力 是那么 瞬间的一个事情 它怎么会 还重要 由于 运动 是永恒的 所以 瞬间有机 对每一个 产生 那都是瞬间的 但对一个 统计的 多数的分子 这个作用力 是非常大的 下面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用 然后 取向力 诱导力 刺散力 它这种作用力 形成的 我说化学界 界能非常大 要上百个 千交敏模 这个力之间的结合能 我们也用千交敏模 来表示 亚 这是一个非极性分子 在非极性分子 和非极性分子之间 肯定没有取向力 也没有诱导力 只有色散力 是这样的数值 那肯定是百分之百的 肯定是最主要的 主要造没有缘的 配合作用 但是 硬化氢分子之间 这是在我们印象中 最点形的极性分子 我们看这几种作用力 取向力 3.35 诱导力 诱导力 1.104 色散力 有多大 16.2 从这个数据来看 在点形的 提性分子之间 色散力 仍然占着它 主导地位 取向力 诱导力和色散力 均属于 患道法力 具有以下的共性 诱导力 永远存在于 分子之间 力的作用很小 没有方向性和保存性 属于竞争力 最后一点 其中 经常以色散力为主 正是一个共性 下边 看这样的部分事实 是 亥来 亚科心 这五种 稀有器 从左向右 分子的半径 依次增大 或者说体积也变大 变形性就增大 色散力 它的大型 和分子的变形性 有直接关系 半径一大 分子的体积一大 色散力更强 而这些分子之间 应该是以色散力为主的 为主的成功到什么程度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只有色散力 所以色散力增强 分子之间的结合力增大 因此 它们让容典肺炎 从左向右 依次增高 这是一个很好明镜 可见分子之间的 换成华丽的大小 和物质的容典肺炎等物质性质 是如关的 我们把这三种力 总结一下 取向力 存在于 即性分子 于即性分子之间 诱导力 存在于 即性分子 于即性分子 其间 还存在于 即性和非即性分子之间 色散力 存在于 即性 即性 其间 存在于 非即性 非即性 其间 还存在于 即性和非即性分子之间 下面我们来讲 清剑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子间作语 先简单介绍一下 清剑的概念 以复化清剑的律师 符的变速性 相当大 原子半径相当小 在复化清剑分子中 动用变速度 强烈的偏向于符 这个时候 也就是 符化清中的清原子 几乎成了质色 这种清原子 哪种圈子 就像 跟符化清中 跟符连接的 那样的清原子 这种圈子 与其他分子间作语 与其他分子中 什么样的原子呢 电伏性大 而小的 乃素的原子 相互接近时 要产生一种特殊的分子间作用力 我们把它叫做 清剑 清剑 以后 也不一定四个点 有的时候 离得远 非得点三个点 点完了之后 全部看不明白了 点四个点五个 点几个都行 这没关系 表示 你再来点表示 这短门 我说是 这种清剑 这个再来点 表示这个清剑 这个清 和这个符之间 有清剑的交流 有 和符连着的清 这个清 几乎成了质子 定正性很强 它与 这个分子中 电伏性大 半径小 负电性很强的这个原子 接近的时候 这个之间 有清剑作用 又比如 水分子之间的清剑 这个清肯 肯定符合我说的要求 它是养黏着 养的电伏性很大 半径很小 这个清 和其他分子中 电伏性大 半径小的原子相连 这个之间 有清剑 这个清 和这个相连 通过清剑 看来 清剑的形成 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与 电伏性大 半径小的元素 就说我们吧 就是符 氧 氮 其他的 也可能有类似的作用 但不是很明显 现在检测到 小绿子 甚至于碳 跟它们连接着的清 也可能 有类似于清剑的作用 我们知道就行 不做要求 但养黒 触碎查色 跟这样的原子相连的清 然后 在这样的清原子附近 有比电伏性大 半径小的元素 也是 但养黒 这样的原子相连 跟这样的原子相连 有那样的清 有那样的清 清附近 有那样的原子 就能够产生清剑 看看清剑的特点 饱和性和方向性 这个饱和性和方向性 我们要和 共加剑的饱和性方向性相区别 根本不是一个意思 它是由于 清的原子的体积喜好 因此一个清只能形成一个清剑 清两边一边一个电伏性大的原子和方向性 所以一个清剑就完了 形不成这么多的清剑 体现出饱和性 由于清原子两侧感 一个是通过公加剑跟清连着的 腹、蛋的 另外一边通过清剑 它两边的电伏性极大的原子 肯定相互排斥 经常使得这两个原子 在清的两侧 成直线性 反面 因此 显得清业有方向性 但是要说明 有的时候 由于有其他更强的外面影响 使得清剑的方向 发生了改变 从清到两边的电伏性大量 原素的原子这两个剑角 不是180度 有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很强的外面影响 基本是值得 一会遇到这个情况 咱们能够看到 下面讲 氢电的强度 氢电的强度 介于化石界 和其他的分子间作用力之间 经常是两倍数 它的强度的大小 和氢原子两侧的电伏性 这两个原子的 原素的电伏性有关 看下来的数据 如果两侧都是氢 都是氢 都是氮 它们这就不行 经常是两倍数 但是由于氮 它的电伏性 跟氢比起来 它是很大的氢电 所以这个氢电的建成效应 再讲这个分子内氢电的概念 上述的氢电 讲的都是 一个分子中 有符合要求的这种特殊的氢原子 和另外一个分子中 符合要求的氮原子 这个氢电 也就是在分子间形成的 如果氢原子两侧的电伏性大半径小的元素的原子 属于同一个分子 这个分子通过一个氢电 这种氢电 这种氢电 称为分子类氢电 什么类子 这个硝酸分子 都有跟氧相连的氢 符合要求 同时 在它的附近 还有符合要求的 氮氢原子 这个氢和氧间也可以形成氢电 也就是说 这个氢两边的电伏性大的两个氢 都属于同一个分子 这个氢电叫分子类氢电 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由于两边的供驾剑的作用很强 使得氢电的方向性受到影响 就没说氧清氧 这样的话 这几个剑占的力度太大了 所以方向是有所改变的 又比如说 凌消极本分 这里消极 这是本分 凌消极本分 这个氧和氢之间 就有氢电 这也不是180度 也不是180度 这些氢电 都叫做分子内氢电 分子内氢电 那很难 方向性向分子间氢电来 那很多 那很多 下面讲 氢电 对化工性质的影响 我们讲分子间作用力的时候 再讲四的三力为主的时候 也举过例子 因为分子间作用力的大小不同 使得一些物质的费率受到影响 分子间如果存在氢电的时候 那肯定是很大程度的 加强了分子间的结合力 因此 用力的融费点 都有升高 有分子间氢电 融费也高 以纯二代一 所以 这是分子量相同的 融费地构体 这个分子有跟氧连着的氢 如果这个分子 在和一个乙子分子的氧接近的时候 肯定有分子间氢接 这个根本就没有和氧连着的氢 不可能和另外一个二甲鱼的分子 成分子间氢电 无分子间氢电 看一下他们的肺点 尽管相对分子质量相同 但是乙醇的肺点是78度 而二甲鱼的肺点是-25度 下来考察 鲁化青的肺点 绿化青 绿化青 典化青 从左向右 他们的肺点依次身高 这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四三里增强 以四三里为主 由于这个分子的氢气大 这个分子的氢气小 所以它的色彩力大 因此它的肺点更高 如果把这个系列的头一个分子 幅化青放这儿 你看 它的肺点是零上二出 整个规律 原来一个规律 绿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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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个规律被严重的破坏 它的肺点最高 这就是氢气的原因 由于浮化青 有分子间氢气 分子间的作用率大多了 这样一来 它的肺点不高 比绿化青还要高 像水也有分子间氢气 所以在同俗氢化物中 水的肺点最高 水 绿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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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这几个规律挺好 它像浮化青一样 把这个规律强坏 因为有分子间氢气 按照这个样 由于有分子间氢气的存在 在同系列的氢化物中 它的肺点也是比较高的 但它在这系列的氢化物中 它的肺点并不是最高 也可以考虑好 为什么 像水分子 像浮化青分子间的氢气墙 这一墙 有的时候 两个水分子结合在一起 被氢气墙有二具的 三具的 经常以这种聚合胎的形式存在 叫做 发生分子间的地合 以二具的形式 三具的形式存在 再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分子 可以形成分子内氢气墙 它肯定具有 形成分子间氢气墙的条件 它自身就有这样的氢气 又有这样的量 当然 可以和另外的分子内氢气墙 形成分子间氢气墙 但是 由于分子内氢气墙的形成 势必要削弱分子间氢气墙 本来 它由于自身的大小 集团的位置不同了 行不成分子内氢气墙 只形成分子间氢气墙 现在它能形成分子内氢气墙 当然也能形成分子间氢气墙 有的形成分子内氢气墙 是因为就削弱分子间氢气墙 因此 能形成分子内氢气墙的化合物 它的容点费率 可能就不那么高了 因为分子间氢气墙被削弱了 变相的例子 我们还看消极本分 这是对消极本分 这个氢和这个氢 离得太远 而临消极本分 这个氢和这个氢 离得比较近 对消极本分 没有分子内氢气墙 只形成分子间氢气墙 它的容费率很高 但是临消极本分 可以形成分子内氢气墙 就削弱了分子间氢气墙的形成 所以它的容费率是 比较高 比较低的 因为有分子内氢气墙 它的容费率比较低很多 由于分子内氢气墙的形成 趋弱了分子间氢气墙 整个分子氢气墙 分子氢气墙 分子氢气墙 分子氢气墙做努力 我们就讲永果 感谢 seekers venues